满山满谷遍布泛黄的秋叶和风红片片 高达120公尺的瀑布从中倾泻而下气势磅礴 这样的壮丽景观是日本磁城县知名地标之一 但今年却出现异常现象 这里是日本三大名铺之一的带田之笼 原本在我后面这些都应该是非常鲜艳的红叶 但是受到今年气温太高的影响 因此很多叶子是直接掉落 或者是像这样子转变为咖啡色的情况 瀑布旁有的树叶还很翠绿 但有的已经干枯 真正转红的枫叶少之又少 和过去的景色相差甚远 游客大老远跑来显得很失望 其实是叶子叶主要的 但这时期还没有这么美 所以很残忍 今天很可怜 风红景象奏变气候异常是主要关键 日本今年夏天6到8月平均气温创史上最高记录 专家更警告未来日本四季可能缩短成两季 以关东地区来说 红叶变色时间平均比往年晚了一周左右 游客赏风扑空 周边店家也跟着受影响 尤其在日本各都道府县魅力排行榜中 常年垫底的磁城县 为了吸引游客伤透脑筋 由苹果园推出采苹果体验 让游客享受农村乐趣 还能品尝不同品种的苹果 另外以当地特产豆鸡做成的豆鸡套餐 下锅后香气四亿各部位口感都不同 连平日中午也大排长龙 面对气候异常 日本观光地受到不小冲击 业者和地方政府绞尽脑汁 希望把影响降到最低 华语新闻十七号日本辞城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都市事与最新的印象 都市与最新的一次 旦站号之中 感谢观看